大家好 我是跑週一到週五 因為一起讀 你有沒有看過螢幕上這一款飲料 你如果沒有在看螢幕的話 看一下 OK 所以這個飲料你覺得是什麼 你覺得裡面裝什麼 你可能會想說啤酒 要不就是能量飲料 energy drink 結果都不是 它只是裝水而已 三泉水 to be exact 它下面就寫著 Mountain Water 所以水裝在這個瓶子裡 那你說賣的好不好 賣的超級好 OK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一下這款特殊的飲料 你跟我大家都沒看過 Chances are you've never seen this just like me 因為台灣可能還沒有賣 那這個在國外賣到只好 好到它這家公司市值7億美金 還沒有上市 還沒有IPO 等一下看一下IPO 你大概知道IPO是什麼 不過我們等一下還是看一下 那總之還沒有公開上市 不能買股票 但總之這家公司的Valuation 已經到達了700 million 也就是7億 非常的扯 那把水賣成這個樣子 主要就是因為它的這個branding 它的這個品牌的這種定位 行銷marketing的策略 非常的成功 所以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公司在 這個水到底怎麼可以賣成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看到 它這個報導說的 Liquid Death Cant Water Company is not worth 700 million dollars 所以Liquid Death是它的名字 你看這名連名字都很酷 它的名字叫做液態死亡 Liquid就是液體 那固體叫solid 這大家知道 Death就死亡 所以液態死 液態死亡 那它是一個罐裝水 所以下面講這個字就是canned 算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canned water 所以罐裝的叫做canned canned這個字就是關子 你可能會想說我最熟悉這個字的意思是 助動詞的可以不可以 我沒有錯同樣一個字 順便補一下一個概念 就是這個助動詞這個can 在我剛去讀很多的時候 這個字給了我非常大的這個文化衝擊 因為在台灣學英文的時候國中生 我們學會這個字的發音 就是可以跟不可以的分別 國中老師都教你說 音比較輕一點就是可以 所以你做得到 I can do it 所以我們會講說canned canned就是可以 那不行怎麼說 canned 所以canned跟canned 就是可以跟不可以 這是我們一致的國中生 甚至老師就教你這個樣子 你只要把話講得用力一點點 canned就是不可以 no 這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我到了國外之後 我怎麼樣用力的唸出can 外國人聽起來都以為是可以 所以重點在哪 重點在後面的那個t的尾音 同學們 所以你要說不行 一定要說canned 那個t是一定要有的 ok I can't do it 當然有可能它會因為 像我剛說的 我做不到 I can't do it 那個t跟d 會黏得很緊的時候 你會幾乎聽不到 I can't do it 可是你還是要帶那麼一點點 才比較好 你如果只是想要用力的說 I can't do it 這聽起來還是你可以做得到的 ok 所以不要想說 就靠那個音調的上跟下 就可以分辨出can跟can 是可以跟不可以 這是不行的 ok doesn't work that way 所以 讓你知道一下 所以同學 要不你如果覺得canned 那個t不好的發音 你就把它講成兩個字canned就好了 ok canned就比較沒問題了 當然not 偷面的t還是要發一下t還是 就是what's the same thing fine 好啦所以canned water 這邊講的是罐裝水 那我們又要延伸 因為我的標題裡面也說了 就瓶裝水又要怎麼說 因為瓶子你知道叫bottle bottle bottle這個字可以加ing可以加低結尾 就被動的 所以bottle這個字還可以當動詞 所以動詞可以變主動跟被動的分別 所以你覺得瓶裝水 瓶裝水到底是bottling water還是bottled water 就主動還被動的 如果你剛已經願意接受這個 罐裝水叫做canned water canned就是罐裝的 被動的 因為你也看得到這邊加的是重複字尾跟ned 對不對 c-a-n-n-e-d 所以canned是被裝在罐子裡的概念 所以如果說你已經接受這個部分的話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瓶裝水也是被動的 所以沒有錯瓶裝水就是bottled water bottled water 你可以隨便找 你隨便找都一定是被動的 絕對沒有bottling water這回事 除非你放在一個句子裡面 例如說這家公司是在製造瓶裝水的 the company bottles water the company is bottling water into bottles 那你就會看到bottling water走在一起 可是這不是文法 這不是固定詞 好 那我們再換另外一個 換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水對不對 那一瓶一瓶的水 那把水裝成瓶子的那個工廠又要怎麼說呢 那工廠是不是就在製造瓶裝水的 所以他們是在把水拿去裝瓶的 他們就是主動的 所以它不叫做bottled plant 它叫做bottling plant bottling plant OK 例如說可口可樂可能 他們生產可樂 不輕易在別的國家生產 因為畢竟那個配方非常的機密 所以可能生產在某個地方生產 然後再運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裝瓶 所以可能它就只有 某一個工廠它的功能就只是裝瓶而已 並不是生產可口可樂 因為它也怕這東西被倒出去之類的 所以的確有bottling plant 這樣的一個名詞就是了 好 所以這是裝瓶廠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裡沒問題 那再回來說到這個canned 這個是canned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罐裝 罐跟瓶在我腦袋中不斷的打結 因為腦袋還要想說canned是瓶還是罐 bottled是瓶還是罐 煩死了 好 那罐啦 所以剛剛講的罐裝水 罐裝水說真的比較少 所以canned canned water 那什麼東西罐裝比較多 食物嘛 例如說那種湯啦 或者是 呃 還有些什麼東西啊 除了湯之外 海底雞啊對不對 或者我們 呃 會吃的 反正那些麵筋啊 什麼之類的 會裝在罐子裡面的 那我們就可以叫它canned food 所以你可以把water換成food 也是沒問題的 canned food so I buy lots of canned food I store lots of canned food in the house in case of I don't know apocalypse 所以這個要是末日來的話 你就吃這個罐頭食品度日吧 canned food 所以 那還有另外一個字也是 我覺得長得跟它有點像 你把canned的c換成m 就變成man的 所以man是男人 那重複字為加ed 就男人變被動的 這什麼概念 這在講的 一般在講的是那種太空船 或之類的 所以那種載人的太空船 有載人的 就叫做manned flight 那你說難道有沒載人的 我有啊 現在都已經有無人機了對不對 所以他們可能放個火箭上去 上面是沒有人的 這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這叫做manned flight 那有載人上去的任務 例如說在太空中 去月球上採一些什麼樣本回來 maned mission ok maned mission 所以有人有人的這個mission 這樣子 好所以man這個字 有時候也會能夠看得到 甚至托弗亞斯都不是不可能 好 好 我們在我們就讀一下 這裡面的一些文字好了 看這裡說了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蠻酷的 其實我們這兩篇報導 所以這第一篇報導這裡說的是 liquid death is killing it so if something is killing it 這killing就不是真的把東西殺掉 就是很成功很厲害 killing it 我們常在聽那種喜劇演員 會用這個詞 用在什麼地方 喔我今天啊 讓觀眾笑得歪七牛八的 so I killed it ok I killed it tonight 所以他今天表演得非常好 I killed it ok 所以liquid death is killing it 所以這個kentwater pioneer was just valued at 700 million dollars 3 years after launching 所以他公司才成立3年 他的估值就是已經7億了 非常的可怕 好 然後呢 一樣 所以這邊啊 這個圖片你看得到liquid death mountain water 就真的是水而已 我真的覺得太扯了 好 所以他的那種 那個行銷品牌的那種方式 他就是 我們剛看到這種風格 我們大概就稱他為那種 龐克搖滾風 所以龐克搖滾就叫punk rock 就這麼簡單 So it's business idea socially so it is a business idea so silly that you might just laugh at it 所以這個business idea 是如此的傻 傻到你可能就會笑 因為我們來賣水吧 怎麼賣 用punk rock的概念來賣 你可能會覺得吃之以鼻 沒想到你要賣7億對不對 so can water with punk rock branding oh yeah It's called liquid death Yes Alright 那但是這個 這個silly little brand is laughing all the way to the bank 所以一路笑到銀行去 因為就賺那麼多錢 所以他的CEO 他就直接就說了 CEO叫做Mike Cesario 那他說 他把他們的成功歸功於什麼東西 歸因於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詞我們常看到 attributes attributes part of its success to the cans looking fun and unhealthy like a beer or an energy drink 沒錯 所以他把他的成功歸功於歸因於 歸因於這個罐子 看起來很fun true 看起來非常的unhealthy 所以事實上賣不健康的東西 反而是很多人買的 就是看起來不健康的東西 你要就覺得好吃 味道好 太健康太horsum的東西 可能反而沒有太多人愛吃這樣子 像我每次在那個大賣場看到卡里卡里 我就覺得很想吃 那他上面就是油膩膩的卡里卡里 可是我就覺得很想買來吃 so it looks fun and unhealthy 像是個啤酒 或者像我們剛說的能量飲料 like a beer or an energy drink so cool alright 然後下面也是覺得很可愛的是 so with the new funding the brand plans to expand into new beverage categories 所以這個品牌 他們計畫來擴展到新的飲料的種類 expand into new beverage categories expand是擴張 expand into something into what 新的 new beverage飲料 categories so it's probably only a matter of time 所以大概就只是時間問題 遲早 他們會有 現在下一個 這個報導所猜測的 so it's probably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see liquid death seltzer 所以seltzer就是那個蘇打水 這對我來說也蠻新的一個字 因為我就對那個喝的東西不是很有概念 所以seltzer跟我一起學seltzer selt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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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拼音裡面有z這個字 是蠻少見的 ok seltzer 所以蘇打水 甚至我還學到另外一個字 就是hard seltzer 你在hard 你在seltzer前面加一個hard in 變什麼意思 加了酒 所以蘇打水裡面有酒精 hard seltzer 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同樣的概念 你知道lemonade就是檸檬汁嗎 你如果hard lemonade就是檸檬口味的 然後有時候就有酒就是 所以事實上好像 在我以前在加拿大喝過一個品牌 他的品牌就是叫mike 就是michael那個英文名字 mike's hard lemonade 也是一款酒就是 所以他是有檸檬口味的 但他其實裡面好像是福特加還是什麼的 mike's hard lemonade 其實蠻好喝的我記得 好所以他接下來可能會有IPO 那這是另外一個報導 我們這邊也來看一下下 那這個是CNN Business的報導 他一開頭這句我覺得很有意思 所以 for the why didn't I think of that file a startup that sells water in beer cans that's literally it is approaching one billion valuation 所以你可能會看不太懂在說什麼 so for the why didn't I think of that file 所以這講是一個檔案一個file 這什麼檔案呢 就你可能會 就在你在做生意或什麼幹嘛的 你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檔案鬼 檔案夾 所以這個檔案可能是人事的一些資料 那個檔案是可能是去年做生意的一些這些 什麼一些報表什麼這些 那可能有某一個檔案夾 放的是一些可能個人的一些reflection 那這個reflection就是 哈我怎麼沒想到這個idea 所以這裡說的是 如果說你有一個file file的標題就是 Why didn't I think of that 我怎麼沒想到這個這麼棒的idea 那這個檔案裡面就可能包括著這一個飲料 我這個解釋希望你有聽懂 so for the why didn't I think of that file a startup startup就是初創公司 sales water in beer cans 用啤酒瓶來賣水 就這樣 that's literally it 就這樣子 所以就像我剛剛文字上告訴你的一樣 sales water in beer cans that's literally it 那這個東西正在approach 一個billion的valuation 剛剛說的7億 那已經快到10億了 10億就是一個billion沒有錯 好酷 所以接下來他就有講到 像我們剛剛所說的那個 就是他這裡有一個字叫subversive subversive就是很顛覆的 OK 顛覆傳統概念subversive 所以他的marketing非常的subversive 那的確他的branding也非常的subversive 就有時候想說水應該是很健康的 形象要很好 可是沒有他就用什麼punk rock right 很unhealthy的方式來market他 結果竟然很成功 好然後接下來他的IPO 就有看到他的IPO 那IPO stand for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知道一下就好 這個字大概沒什麼了不起 說真的就是 我們講說的那個 就是公開上市啦簡單的說 我就不用多解釋了其實 好所以這個水會不會來台灣呢 我一點都不期待 來了我也不會買 那怎麼 水有非常多的選擇 OK我們台灣水的那個市場 已經非常saturated 已經非常飽和了我認為 他如果來台灣能夠賣啊 真的 我們會來打賭 他如果台灣在台灣很賣的話 我要賭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不過聽說這個水的行銷 都是跑到夜店去 然後說我在夜店 我可以喝蠻牛 我可以喝紅牛 Red Bull 是不是叫紅牛啊 好像Red Bull從來不會翻成紅牛 就叫做Red Bull 就是fine OK 所以我會喝 我可能選擇喝energy drink 我可能喝那個monster 新的那個 你看我買水喔 I don't know It doesn't feel right 可是說不定拿著那個瓶子 還是會被人家 就議論紛紛的 你要可能說 欸那個人買了liquid death 一方面笑他是笨蛋 一方面可能會覺得他很吵 可能還是有人買的 我不曉得 但我會賭沒有人買 就台灣人有這麼笨 我真的不知道 We'll see OK 好啦我是Paul 講到這裡可以了 我們下次見